学着各国政府对露气华为提出潜在的安全风险警告 近期美国名校史丹佛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先后宣布停止与华为进行新的研究合作 据史丹佛日报2月5日报道 史丹佛大学已去年12月中旬停止了与华为的研究合作 此前华为参与了史丹佛人工智能实验室AI会员计划 华为被爆料以赞助商的身份参与全美数十所学校的项目 鉴于美国政府对华为潜在网络安全风险提出的警告 该校发言人表示 该大学将继续评估围绕华为的法律和监管进行的情况 湾区丁余所高校加州伯克莱也确认 今年1月30日起 该校不会参与或讨论与华为的新研究合作 也不会寻求或接受新的来自华为的捐赠 据悉加州大学已经拆除了华为的视频会议系统 以及换掉了中国制造的音频设备 此外英国牛津大学也宣布 无限期禁止接受华为的研究经费或捐赠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也证实 正在审查该校与华为的关系 新唐记者林肖然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